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集的穿越圣地里 我和大家探讨了耶稣前往耶路撒冷 迎接自己的使命 在途中耶稣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祂令朋友拉撒路起死回生 这个消息传遍犹大 令到耶路撒冷 还有周围一带的宗教和政治权贵非常惊恐 这个人变得太受欢迎和太大力量 事实上, 犹太大祭司戒亚法 已经沿洪通缉耶稣 耶稣有什么反应呢? 他是不是拿起武器 叫示威在身边保护自己呢? 还是退入山洞, 归隐沙漠呢? 他没有, 福音书告诉我们 耶稣继续在耶路撒冷城外 公开与黎民百姓接触和教导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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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耶稣时代 耶利哥是一个出名的鹿州城市 当时大希律甚至在这里 兴建东贵行宫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下面的宫殿遗迹 它之所以在耶利哥兴建宫殿 是因为这里气候和暖 还有很多清澈水泉 圣经称耶利哥为中树城 耶稣在很早的时候就说明 他去耶路撒冷之前 一定会拜访这个城市 他的最后旅程和之前那些都是一样 耶利哥位于耶路撒冷东北面 大约15英里 在想约旦河 耶利哥是世界上其中一个 最早有人居住的城市 也是1400年前左右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过了约旦河 到达加南之后 第一个占领的城市 今天耶利哥所在的位置属于巴勒斯坦 目前的人口大约有二万 大家可以看到 古城遗迹就坐落于民居和酒店之间 除了富人和权贵 在进出耶利哥的路上 不时都有无家可归和被遗弃的人 因为这里是最有机会会遇到 有钱的商人和权倾朝野的权贵 路加福音这样记载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核子在在路旁讨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我可怜我爸 耶稣站住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主我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了 核子立即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 众人看见者是日赞美神 路加福音18章35至43节 耶利哥不只是过六州城市 还是一个边境城镇 是一个繁荣的农业和商业中心 所以这里变成了罗马收税的中心 现在说回路加福音 我们知道耶利哥有个税利长 他的名字叫做撒盖 虽然他是以色列犹太人 但是他被收买 成为了罗马税制里面 一个刻薄和不断压扎人民的税利 罗马朝廷需要地方税利 他们发现雇佣当地人 例如撒盖 可以帮助他们 向一些税利的同胞收税 而罗马为了奖励这帮税利 效忠罗马 就容许他们收取巨额手组费 而且很多时候 他们更加会中饱私囊 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受人鄙视 而且形象深入民心度 甚至耶稣在登山部分 有关爱的教导中 都用税利来引以为戒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利不也是这样行吗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 撒盖当时是繁华的商贸城市 耶利哥的税利长 可以说他牺牲同胞 来令自己变得非常富有 和拥有权力 人人都视他为卖国贼 耶稣在最后一次 潜往耶路撒冷的途中 经过耶利哥 引来大批群众聚集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杀该身材矮小 于是他跑去群众前面 爬上一棵桑树 像这棵一棵 等耶稣走过的时候 可以看清楚他 现在给各位懂树木的观众 少少背景资料 这里提到的桑树 或者叫Fricot sycamoris 其实是一种无花果树 这种树是其中一种最古老的树 如果你在计分 知道Dendrology 是指研究树木的学科的人 有五十分 我要查字典才知道 本地人说 这棵剩下的脚的树 就是昔日耶稣来耶利哥的时候 杀该爬上去望耶稣那棵 可惜没办法知道是真还是假 耶稣倒了那里 抬头一汗对他说 杀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路加福音》十九章五节 那些门徒可能会有点难堪 而群众一定会生气 这个古古怪怪 爬树的卖国策 只是过岁来来 耶稣有这么多地方 可以去吃晚饭 为什么偏偏要去杀该家呢 但是我们从穿越圣地 这个节目得知 耶稣经常会 找不同的机会 去教导他的跟从者 在这个福音故事中 他想杀该知道 还有想所有在旁边围观的群众知道 他所教导的赦罪之恩 是为人人预备 就算他是碎利 所谓的罪人中的罪人都一样 换言之 一件看来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 现在可能发生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者家 因为人子来 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十节 福音书记在耶稣 在他公开传道日子的尾声 为平民百姓带来希望 他令盲人恢复事力 宽恕罪人中的罪人 和教导一条新的道路 耶利哥之行 标志着耶稣公开传道的终结 接着他要开始漫长的上山路途 从耶利哥行去耶路撒冷 在这段旅程 他要行上大约海拔三千三百尺以上 当耶稣逐渐接近耶路撒冷城外 他在伯大利停地休息 和走去见几个好朋友 根据约翰福音记载 当时还有六日就是如月节 根据福音书记载 耶稣去见朋友 玛利亚、玛大 和死而复生无奈的拉撒路 就在西门家一起吃饭 西门很可能是个麻风病人 被耶稣医好了之后 成为了一个跟从者 玛大负责招呼众人 而拉撒路就和耶稣和那群门徒 坐在桌面 接着马里亚走进来走近耶稣 马太福音记载说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植的时候 嬌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狠不起穴 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祭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 他在我身上作的 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将这香膏嬌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作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马太福音26章7至13节 虽然有些门徒 骂马利亚浪费了这种 这么贵的香膏 但是耶稣为他辩护 说马利亚是留下香膏 等以后埋葬耶稣用 这样做是服侍耶稣 他这个举动 将来世世代代都要纪念 很奇妙 马利亚似乎知道耶稣 很快就要去受死 反而耶稣的门徒都还未明白 虽然耶稣 在几个星期之前 已经提完一次又一次 白带来的马利亚 是福音书里面 其中一个最美丽的人物 很多基督教讲道 都会形容她是个品格高尚的女人 而且勉励我们 要好像她那样 虚心聆听耶稣的教导 你们可以看到橄榄山上面 这座主池耶经教堂过圆顶的设计 外形好像一滴眼泪 而教堂四角分别有四个雪花石高屏 这个设计是纪念马利亚 在耶稣头和脚 谈到她的痛苦 耶稣再次提到自己会死 和表扬马利亚信心的举动之后 耶稣和朋友吃完饭 接着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指示两个门徒 去下一条他们将会经过的村庄 百发旗 找一只牢 百发旗这条古老村庄 现在属于耶路撒冷一部分 但是在耶稣时代 百发旗是一条位于百大利 和耶路撒冷之间的独立村庄 福音书记载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别看见一匹牢 山在那里 患有牢区同在一处 你们解开 牵渡我者女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那人便立时让你们牵来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至三节 我现在身处百发旗教堂 是橄榄山上一间 封制国会教堂 现在这间教堂 是在1883年起的 是建于十二世纪 一座小教堂的地基上面 现在小教堂 是建于四世纪 一个拜占庭神殿上的 八发旗教堂的位置 就是当年两位门徒 为耶稣带来一只牢之后 耶稣骑上一只牢 开始进入耶路撒冷的位置 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大批来过愉悦节的群众 他们已经听闻耶稣 来耶路撒冷 当时有很多人 都听闻过耶稣 令拉撒路復活 所以他们想见一下 耶稣的真人 当然有很多人 都视这个神迹 为耶稣是弥赛亚的象征 他们想在他 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拥立他为王 当耶稣来到八发旗 这条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小村庄 他骑上一只牢 准备这样行御下的路程 他这样做 应验了几百年前 先知所提出的一个预言 石安的门那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门那应当欢呼 汉那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地 骑着牢 就是骑着牢的驱止 《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当耶稣骑路入城 群众涌上前迎接他 造就了一件叫做 海船进经的史迹 海船进经 是指耶稣 在今天叫做中之主日的日子 骑路区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站在牢背上 进入耶路撒冷 一群门徒将他们的袍 放在牢背上给耶稣坐 群众走上街夹道欢迎 将自己的袍 铺在地上 又在他面前守执中树枝 那些人对着耶稣大叫 奉主明来的王 欢迎他从白发旗 下去吸轮谷 再上山坡 跟着经过金门 进入圣殿区 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 是为了公开宣示 他就是圣经预言中的弥赛亚 耶稣骑路进入他的刀城 以得胜的王的姿态 经过圣殿区的金门入城 并且受到子民立喊欢迎 现在我站在橄榄山山顶 这个地方的位置 大约是东面白发旗 和西面金门之间的中间点 现在金门被大石封住 但是你还会看到 它就在那个位置 至于金门 和我之间的就是吸轮谷 现在看回圣经记载 前行后随的人都哭着说 当时那些人唱着诗篇118篇 是接近一千年前写成的 和山顶是充满欢腾的呼喊 意思是拯救者 或者救我们 这个是耶稣公开传道中 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不再叫门徒 不要提他是谁 相反他们公开大声赞美 和敬拜他 我们从希伯来圣经得知 摊开蒲子表示向国王致敬 耶稣公开向所有人宣告 他就是弥赛亚 他们的王 他们一直等着的王 但是事情来到这里 开始有点复杂 虽然有些人 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 但大多数人欢迎他 是因为渴望有一个救星 可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 没错 他们多次呼喊和山顾 宣称耶稣是王 承认他是大胃的子孙 同奉主名而来 但他们还未完全明白 他们不明白耶稣所宣称的是心灵之王 那次海旋进京 耶稣首先由东面的橄榄山 开始行起 他骑着路走下山 来到这里 经过吸轮谷 然后上去 行入西面的金门 有关海旋进京的记载 其实是充满矛盾的 这是福音书里面 常见的国度冲突中的 最新的例子 福音书里面讲到一个王 他骑着一只牢 真的一点都不威武 他身穿贫穷人的衣服 完全见不到他的傲气 他谈论智慧 爱 恩典 纯洁 温柔 和宽恕 他没有攻击敌人 或者国家的计划 和军队 事实上 他的交道是更加极端 和更难掌握 他叫我们要去爱 我们的敌人 过了不久 耶稣就要接受考验 看看他是否一个 表里如一的人 当我想到终之主日 耶稣入到耶路撒冷 我就联想到 一幅经典图画 耶稣站着牢 进入耶路撒冷东门 即是金门 还有一大批跟从者 唱歌欢呼 场面很容易闹 我们一定要留意 我头顶上的金门 并不是二千年前 耶稣骑劳进入耶路撒冷的金门 这道金门 是六至七世纪的时候 在古城门遗址上兴建的 这道金门 在十六世纪中叶避风 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 曾经几次备毁和重建 重建那阵 通常都在同一个地点重建 有证据指出 金门的确是在同一个位置重建 1969年 考古学家 詹姆斯菲林明 研究城墙那阵 发现了金门 当时因为几日前 这里落过大雨 满地泥泥 他研究金门前面一带那阵 即是现在穆斯林坟墙那里 他脚下的土地下陷 他于是跌了到大约八尺深的洞 菲林明发现自己膝头以下 全部是骨头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身处一个集体坟墓 就好像拍摄奪宝奇兵一样 不过当他一分清楚方向 就很清楚地看到 一个蝎形大石砌成的巨型拱门 出现在地底下面 原来他发现了 现代金门下面的古代城门顶 很多学者相信 这个只是耶稣 骑路海船进经的城门 海船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耶稣在跟着那几日 都在犹太圣殿 和宗教领袖对策 到了夜晚 他就经过金门出城 回去白大利 和门徒一起休息 耶稣在圣殿 发表了一些很震撼的教导 听教导的群众不断增加 而宗教权贵 往往就在附近听到耶稣教导 他们越来越惶恐 和不安 有一天 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 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上前来 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 你像着什么权柄作者些事 给你者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且告诉我 若寒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 他们彼此相议说 那们若寒从天上来 他必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寒从人间来 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若寒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像着什么权柄作者些事 路加福音二十章一至八节 有一段时间 宗教领袖派探子潜入群众里面 去煽动群众 设陷阱引耶稣入局 总之一捉到他的痛脚 就拉他去见罗马派来的省长 他们问 那我们纳税级该杀 可以不可以 出自路加福音二十章 他们想试探耶稣 想他公开谴责 压扎人民的罗马瑞制 他们以为耶稣会把握机会 建立名声 争取犹太人支持 接着路加福音这样记载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 就对他们说 哪一个银钱来吸我看 这杖或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该杀的 耶稣说 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姓 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 又欺其他的应对 就闭口无言了 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 你可能会想 我们没有可能百分百肯定 耶稣在这段成日 被引用的福音记载中 用哪种硬币 但据推测应该是这种 因为这个是古罗马银前 上面又有罗马皇帝提碑楼的肖像 而提碑楼是当时的罗马皇帝 在最后一次试探中 法利赛人齐集 他们想到一个问题去问耶稣 他们相信会令耶稣中计 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律法师 他问了这条问题作为终极考验 夫子 律法上的戒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出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好奇妙 耶稣用一句话 总括了整本希伯来圣经 还有所有宗教律法和先知教导的精髓 加上很多个世纪的教导 这一句总结的说话就是爱神和爱人 马可福音告诉我们 从哪日以后 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说完之后 那些宗教权贵没有说话好说 奸计也不可以得逞 他们见耶稣没有那么容易中计 就知道只要耶稣一日中存在 他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大 但是百姓中的耶稣跟从者 现在开始更加明白耶稣的说话 就好像戴了特制眼镜 和特制耳塞一样 约翰福音只是记载了一个比喻 他的背景很清晰 而且很有意义 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不明白 相反那些新奴的本地人很明白 我知道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我们很少人认识绵羊 或者亲身体会过牧养绵羊 不过你尽管看看你明明耶稣想和宗教权贵说什么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倒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 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道策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羊 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令我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鸟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写的 我有权并写了 也有权并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若翰福音十章一至十八节 11节目